中文字幕——YK 关键在老乡嘛 那我们现在说要共同复义 能不能共同复义 那指定是南村能不能振兴起来 我相信中国还是全世界增长最快 对世界增长贡献最多的国家 我们常讲的信心比房间重要 那实际上在当前的状况之下也同样是信心 您1979年来到大陆 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全过程的经历者 我记得年中您参加了一场第15届海峡论坛 您在那里也讲述了您自己的经历 也对于台湾的一些朋友 尤其是年轻朋友说 有机会要到大陆来 因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以解释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什么 首先来讲我一直相信世界经济中心 必然会是世界的文化中心 理论创新中心 世界的商业中心 也是世界的政治中心 那台湾的年轻人到大陆来 那跟大陆一起成长 那就很可能有机会抓住这个机遇 变成云林世界经济发展的大理论家 大科学家 大企业家 大政治家 你比如说台湾 那像郭台铭逢海 它在台湾也不就是一个 两千多个人的厂吗 它就是利用大陆一起 它才能够发展成世界最大的财务外强 排名在全三子的企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做连长之后 你就决定到大陆来 那三个月你是思考了什么 为什么你会决定要到大陆 我当然不是在那边临时想起来的 因为其实要到大陆来这个想法 是相当长的 你知道在台湾的时候 我原来是读台湾大学 那后来转学到陆京关校 那时候为什么转学到陆京关校呢 一方面因素呢 我到台湾大学的时候 正好是钓鱼岛事件 大家钓鱼岛抗议啊 抗争啊 对不对 那我进入到台湾大学的时候 作为大义学院的主席 所以也激起的参加了这个 钓鱼岛的这种抗争啊等等 第二个呢 就是中美建交 那所以在台湾会有一种风雨飘摇的感觉 那这位年轻人呢 我觉得呢 应该为国家的发展 对国家的兴亡负起责任 我到军校以后 时间比较多了 就开始思考 因为呢 钓鱼岛在历史上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尤其呢 我来自于宜兰 那么原来呢 在日记时代 钓鱼岛是属于宜兰县的一部分 第二条上面要是发生纠纷 它的法院判决是在宜兰的法院来判决的 所以它是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 是一清二楚的 然后二战以后 钓鱼岛实际上呢 是托管给美国 那么照理说它既然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美国要离开 应该归还给中国 那么美国把钓鱼岛交给日本 实际上就是让我联想起来一次世界大战 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照理说我们是战胜国 可是我们知道呢 实际上 在巴黎合会的时候 群岛呢 就从德国 转移给日本 从一个列强 转移给另外一个列强 即使中国是战胜国 那么也就是这样子呢 才发生了无序运动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要是不能强盛起来的话 那么实际上 在世界上就任人百步 当时台湾的经济发展当然不错了 亚洲是条小龙之一了 但是在国际上 还是命运拿着在人家的手里 任人百步 那么中国如果说要在国际上 作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国家 那中国必须强盛起来 怎么样才能够让中国强盛起来 那我想中国强盛起来 当然必须是中国大陆 这14亿人口的地方强盛起来 您那时候看到的大陆 是什么样的情况 有没有跟您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那没有 因为原来当然也知道 大陆是比较贫穷的 但是大家都有一股气 大家都有一股积极向上的 混化的精神 大家都未来都抱得很高的 这种乐观的情绪 那时候有想过 大陆会发展到 今天这样的情况吗 当然这个当时也很难想象 中国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的高增长 因为在1978年的时候 中国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 我们的人金GDP只有156美元 1978年 灰州是495美元 在1978年 我们连大三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当然是世界上最穷的地方 当时您就决定要从农村的问题来着手 为什么 是不是您觉得 中国农村的问题如果改变了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就能够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应 我们78年的时候 80%的人是住在农村 80%以上的人是在农村就业 那如果要中国现代化 那就必须把农业发展好 把农村发展好 那中国才能够现代化 我们以前不是讲说 前面建成小康社会 我们国家也讲 小康不小康 关键在老乡 那我们现在说要共同复益 能不能共同复益 那就农村能不能振兴起来 所以农业问题 农村问题 农民问题 对中国的现代化来讲 一直都是关键性的问题 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 开始的时候研究农村经济 研究农业经济的最主要原因 1999年您就提出了新农村运动 而且也提到 在农村用基础设施的建设来补短板 1999年我最早提出 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 主要当时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98、99年的时候 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方 造成城市里面有很多产业的产能过剩 那么出现通货紧收的情形 那怎样来自理通货紧收 这是一方面的问题 二方面 我们从农村改革开放以后 那么农民收入是不断地增加 但是在98、99年的时候 出现由于城市里面产能过剩 然后通货紧收 然后造成城市里面的很多工厂 就倒闭就关掉 然后已经流动出来的劳动力就回流到农村 那回流到农村 这些跟生活相关的制造业 那这些生活相关的制造业 因为东亚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 它们出口受到影响 所以就会有产能过剩 然后农村里面 为什么不去购买这种产品 一种原因可能是收入水平比较低 可是我经过大量研究 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村里面 有很多的基础设施不足 你比如说你要用电冰箱 必须有电力 你要用洗浴机 必须有自来水 你用现代的除测设备 也必须有地下官网等等 农村没有 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 说新农村建设 在农村里面建设这些基础设施 然后在投资的时候 它会创造需求 会创造就业 并且这些基础设施改善了以后 它可以给城市里面 这些过剩的产业 创造农村巨大的市场需求 所以它是最解决的 当时的产能过剩的问题 并且也解决怎么样农村生活 能够现代化 说小跟城市差距 又解决了农民就业的问题 我很高兴地 获来变成国家的政策 现在都村村通了 还通互联网通电视 现在中国的农村 还能够成为一个经济增长 一时双鸟的一些 着力点的地方吗 我们有将近40%多的人 还是住在农村 它还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当然农村它现在所需要的 跟90年代2000年初是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提出的是乡村振兴 要继续让乡村能够发展起来 并且它内涵也要继续深化 比如乡村振兴 它提到要产业生旺 生活逾居 所以农村它还是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 也要有一个让我们能够不断感到美好的乡村 你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歇 然后你有国务院参事 有政协委员 还有教书还有课程 你还有些国际交流 但是你说你忙得不亦乐乎 是啊 因为这些都是自己想做的事 然后有机会去做 所以心里当然就非常高兴 从你的气色看得出来 那有没有什么 因为太忙了 然后很想做 但现在还做不了的事 还没做的事 有不少 因为我们在推动这个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 要提出一个不同于主流的理论体系 这是一个应该讲起来巨大的工程 而且是不是一代人 是要几代人接力帮来做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作为提出的这个创始 倡导这件事情的话 开始的时候 中国一句话 万事起头懒 尤其因为学界 大部分还是接受的希望现有的主流理论 教育成长起来的 那他理论看起来也很完美 那他体系也非常庞大非常严谨 那你提出一个新的要跟他竞争的话 那接受的旧理论的人 他通常对新的理论总是会抱着这种 半信半疑 还是批判的角度 所以就有很多要争论 那争论也没关系 最重要是由我们自己做好工作 比如说参加国际会议 那也很重要 因为要让外国人能够了解中国 那中国也应该了解外国 这也会非常重要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对 然后也要做一些跟政策相关的这种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研究都很重要 但从长远来讲 我自己想做的还是希望能够在理论创新 花更大的力量 把这个来自于中国的这种经验 总结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09年您正式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个理论 我发现您也不断地在为各个地方把卖 比如前不久你去了辽宁 为他们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方式 把了卖比较优势在哪里怎么做 那我记得2015年您以国务院参事的名义 也去做了和田的考察 新疆和田考察 你当时去的时候带了什么任务 您又看到了什么 因为当时和田可能是我们经济发展 最具挑战的地方 2015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当时和田的人均GDP 只有我们全国平均数的五分之一 它就一万多人均GDP 地区生产种子 然后是全国332个地级市当中 收入水平最低的地方 并且比柬埔寨比老挝 比越南的收入水平还低 能怎样来解决和田的发展问题 那我去看了以后 因为它当时主要以农业为主 它基本没有现代制造业 工业在产生当中 不到5% 那基本都是农业 但是和田那个地方是绿洲经济 地非常少 人均耕地只有0.7亩 比我们江浙沿海的人均耕地还少 所以它的天然禀赋 是不适合农业的 如果只靠农业 收入水平一定不高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实际上就是必须把这些剩余的劳动力 从农村转移出来 然后进入到城市里面去发展制造业 那因为它收入水平低 所以它工资水平低 它应该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上面 是有比较优势的 所以您提出了5到10年之间 要从东部沿海地区 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能够转移到和田的话 它就有机会转型升级 它抓住这个记忆 因为它实际上 东部雇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那有一亿多人 它也信纳不了 但是你把当中一部分 转移到和田去的话 那马上和田的制造业 发展起来以后 就业问题就解决了 收入问题就解决了 市场就繁荣起来了 所以我当时去了以后 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 那么就跟和田跟新疆的领导提出 应该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 来作为解决在像南疆 和田卡什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的问题 再加上我们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 那么基础设计的建设 就让和田那个地方 它的制造业的产品 要进入到国内国际市场 交通运输成本大量降低 它成为陆路的一个中心 往西往东 它就可以克服 这个交通基础设施的不足 对它的瓶颈障碍 后来您再去看效果如何 我最近一次是今年二月 2023年二月 对 那去了以后非常振奋 因为就在和田这个地方 已经形成了几个 非常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你比如说纺织液成医院 假发皮血 它已经有非常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已经雇用的十多万人 所以基本上 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出现了 劳动力不足已经开始要出现了 而且五六十万的就业是在场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市面上面 跟2015年2016年去看的情绪 是完全重要 服务也起来了 服务也起来了 市场非常繁荣了 你到晚上10点11点 当然他们那边日落晚一点 业经济 今天最上还很多人 然后你可以看他们脸上的表情 那今年去我是非常感动 因为他们进入到工厂来就业 到城市里来就业 然后就在城市里面 他就能够落负 他就能够在城市里面生活 从农村到城市 可以安家了 可以安家了 然后就小孩就在城市里面 上学 上小学了等等 那我今天是去一个小学生 那我们去访问 维族的小学生吗 维族的小学生 他普通话讲得非常的好 讲得比我还比较准 然后跟他聊天 然后就问他 他说好不好 他说好啊 因为在农村里面 这个水很不方便 然后傻很多 然后到城市里面来 非常干净 每天可以洗澡啊 什么这样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你现在几岁 他讲是大概八岁吧 然后再读小学 然后我说那你将来 要不要继续读书 他说当然要啊 我还要到这个乌鲁木齐 读高中 我还要读清华大学 那就可以看到 他们的这种精神面貌 大家其实也是很关心的 我们看到在今年的 上半年的经济发展 对对 青年的失业率 大概有20%点多 对 出口也是同比 下降了27% 所以大家会关心 到底中国的内地 今年的经济情况 是怎么样 您怎么判断 我们经济有下降的 压力是事实 然后通常呢 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 把任何问题 都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那中国作为一个 发展农国家 转型农国家 肯定也有不少问题 但是问题是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 比较疲乱 主要是因为 自己的问题造成的 还是中国现在是 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 那么是在这 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一个全球的共同现象 我个人认为 其实更多的是 在国际周期的问题 那中国的经济增长 所以慢 其实主要是外需不足 因为我们出口增长率 去年同期是9.10% 今年出口增长率只有2.1%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出口表现就非常不好 可是为什么出口表现不好 其实主要是发达国家 经济发展不好 发达国家 你看看他们在新冠疫情之前 花了那么多钱 把炮团都用光了 然后货币花得太多 通货膨胀率就高了 那它自己通货膨胀 就在货币紧缩了 你比如说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 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期 只有1.1% 欧洲的经济增长 0.8% 日本的经济增长 也同样只有1%左右 那么这些发达国家 经济增长这么慢 当然它的需求就少了 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出口就少了 原来我们有很多民营企业 它主要是靠出口 那你出口炒了以后 就会造成 它的产能利用不足 开工不足 在这种状况之下 它雇的人可能就少一点 那么它投资的意愿 也相对会少一点 我想这个是国际周期 是主要的因素 这个国际周期 现在您说的是一个自然现象 因为它总是有波动 但是跟国际上 或者是以美国为主要的 这种产业链的脱钩 或者是产业的转移 有没有关系 我想有一点影响 但是不是主要影响 因为实际上 有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 可能是因为在美国 的政策引导之后 它转移出去 它转移到越南到菅埔寨 但是它附加值 比较高的中间部件 它来自己冲锅 我们是对美国的出口减少 可是我们对越南 对菅埔寨 对东南国家的出口增加很多 还是需要我们的零部件给越南 然后制造产品之后给了美国 对 然后现在主要问题就是 越南它出口也减少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 需求降低了 需求降低了 它出口减少了 当然我们造成 我们对越南的出口也减少 这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您觉得 既然有一个国际周期 在外需又不足的情况之下 也有人说中国经济疲软可能会成为一个L型 也就是长期会在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 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那周期总是会过去 那过去的这些外部的因素减少了以后 我们就会为了比较正常的增长 那比较正常的增长到底会增长多高 那就要对中国的潜在增长力道有多高 要做出正确的判断 那我常讲 从中国这个发展阶段 那么应该讲到2035年之前 我们还有每年8%增长的潜力 潜力 当然潜力要发挥 要有国内国际的条件 有主客观因素 要主客观因素 但是我相信 只要走过这个经济周期 那利用我们国内的游历条件 我相信维持5%到100%的增长是没问题的 所以未来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尤其是今年下半年 有什么是需要警惕的 另外虽然您提到的数字 内需增长率 消费投资好像都在增加 但一般老百姓有点无感 你愿意跟他们说什么 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 我想首先就是要把问题认识清楚 因为中国讲思路决定出路 那么当前中国确实 经济相对我们希望来讲疲乱一点 那我个人看法 最重要的 中国人有这个好处 愿意面对问题 但是真要解决问题 还是必须对症下药 那么对症下药的话 那就要看到我们现在问题是什么 中国崩溃论 隔几年就来一次 认为中国经济要崩溃了 包括拜登他讲话 想说中国会变成世界的一个 偷世界的 后腿 后腿的 不再是一个引擎 造成世界经济 发展的困难的一个主要概念 它会有这种大合场 然后我们就必须很清楚地 了解到他们这种合场 实际上是不对的 你看我前面讲 中国经济今年增长 我们的增长 百分之五左右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这样 但世界银行的预测 今天中国增长是百分之五点六 我个人相信 到年底一看 应该还会高于五点六 应该会最近六 所以我们增长还是 全世界增长最快的 我们同样是对全世界增长的 贡献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还要把问题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十系直通车 那实际上在当成的状况之下 也同样是信心